这梁老师为了他后来又升个双胞胎 身价都过亿 倒是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双胞胎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 首先一个就是有的人升双胞胎 是为了传宗接代 给南方家传宗接代 但是与此同时你发现没有这种观念的 你比方说老外 你看美国 不少明星也升双胞胎 你什么什么朱利亚罗伯茨 詹尼夫洛佩茨 安吉利娜朱莉 就跟布拉德皮特两口 还有什么西林迪翁 就唱我抹心意旧 这些人升的都是双胞胎 而且无一例外 都采用了药物摧茶的方式 就我们刚才说 打排卵针吃都在玩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也希望自己孩子多点热闹点 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 这是一个 再一个喜欢双胞胎 这也难怪 喜欢双胞胎那不是说亲爹亲妈喜欢 就咱们平常走大街上 你看 民间油管这叫一顿双的 双胞胎 孩子抱出来了 脸一模一样 有的小孩这么大点 穿着打扮都一样 你看着打心眼里也喜欢 因为中国人做什么事都愿意成双胞胎 你咱们收藏都知道 瓷器小柜子要成对的 那价比单个的成二的钱都值 多出好多 所以咱们喜欢这个东西 其实双胞胎 你不光说是喜欢的 双胞胎本身还是现在人类科学 一个没有能研究透彻的领地 里头有好多奥妙 你说双胞胎 咱往大了说 它的功能在哪呢 双胞胎 咱们现在有不少的人搞器官移植 就是从双胞胎那开始才有的 如今器官移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在1954年之前 器官移植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自主排斥 进入身体的异物 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受限 普通的器官移植之后 往往会发生严论的排异反应 直到1954年12月 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哥哥理查德·赫里克 有很严重的尿毒症 弟弟罗纳德·赫里克 毅然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 捐给哥哥 但手术依然存在很高的风险 就在两个接受手术之前的几天 另一家医院刚刚给一位患者 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病人在移植的21天之后 死于因排异反应引起的高烧 器官移植之前 莫里医生从赫里克兄弟的身上 交换移植了一小块皮肤 用于验证两人之间 是否存在排异反应 结果让人非常满意 最终手术取得了成功 来自同一子宫的兄弟 在世界医学史上 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主刀医生莫里 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医学奖 就从这一例以后 人类才开始正式确立了 器官移植的 这方面有关的 条例啊 规定啊 医院里也开始做了 所以双胞胎 应该说是器官移植这项手术的 最早的一个来源 双胞胎和双胞胎还不一样 有同卵双胞胎 一卵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的顾名思义 就是来自一枚受精卵 这一枚受精卵里分开 分成双胞胎 你要通过血液检测 你都检测不出来 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俩人是一样的 而且它俩位于不同什么呢 人文不一样 其他的各方面特征 甚至DNA好多数据 它都是一样的 等一卵双胞胎呢 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受精卵 最后出生日级出生 它的相似度大概也就50% 从基因角度来讲 没有同卵双胞胎那么像 我们刚才说那赫里克兄弟 那就是同卵双胞胎 所以它的基因基本是一样的 极其相似的基因结构 也许可以解释双胞胎之间的诸多谜团 扎夫尼和巴巴拉是一对双胞胎 在出生之初就被分开抚养 只后40年都不曾见面 两人在很不一样的两个家庭中长大 一个由科学家抚养 一个由市政园丁抚养 然而两人拥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境遇 两人都在14岁停止求学 都在16岁开始恋爱 都在20岁出头嫁给青梅竹马的伙伴 又在相同年纪经历流产 两人都对血液和跌倒有莫名的恐惧 他们俩第一次在火车站见面时 都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些巧合似乎又让人无法否认 在双胞胎之间似乎真的存在着 某种特殊的联系 再一个我们再看双胞胎在生活当中 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呀 就神奇有趣的现象 相传每一对双胞胎之间 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心灵感应 这种能力真的存在吗 什么原因让人们相信 他们拥有这种神奇的能力 老良观世界 人人都爱双胞胎 正在播出 都说双胞胎的心灵感应 说你比方说他这打个喷嚏 他那头就感冒 他这这道数学题算是算对了 他那边也算对了 他这道题解错了 他也解错了 就很多民间传说这个啊 说这个姐妹俩参加高考去 他打400分 他也打400分 甚至哪个都一样 传的神红奇人 江苏一对双胞胎姐妹 2012年高考 他们以相同的分数 考入了香港大学 一时成为佳话 你查分的时候吗 先是我查的 然后他报到我的分数的时候 总分一报是那个395 然后报到他也是395 然后就吓一跳的感觉 倒不一定真有那么神 但是双胞胎这种心灵感应挺独特 你看咱说个真人真事 那个咱们国家花样勇武队 有那么姐妹花 姐俩讲文文讲评评 讲文文是姐姐 讲兄弟是妹妹 这是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他俩打小了 由于他家是普通工人家庭 就是养孩子 这也挺费劲 就这么着吧 老大讲文文呢 跟着爹妈过 老二讲情的打小 就报给让他老了先养着 结果呢 这俩孩子呢 可能一个多礼拜 能在一块见一面 小时候就分开 还有个特企一个现象 一边有回他老了 打电话 告诉那个就是孩子的妈 说姑娘你呀 这个周末呀 就别带老大来了 怎么说 这老二婷婷啊 感冒了 哎呦感冒还挺重 你把他带了小姐俩一块玩 不传染了吗 那你别带他来了 哎他妈一停课也是 那别回娘家了 这两天天也冷 赶紧给孩子先预防吧 小棉袄小棉被这都弄上 然后呢 又给提前吃点预防感冒的东西 可没想到 没过两天 这孩子预防的这么好 老大在家感冒发烧流鼻 我们俩小时候就是一个人生病 另外一个人跟着马上就生病 教练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知道 就是你们俩有没有 比如这动作的时候 同时出错的时候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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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看不出来 教练看不出来 都得脸都错 一起的 一起的 同一拍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角度 都是一样的 教练就看不出来 然后我们俩起来 对看一下 我刚刚做错了 我也做错了 他们说这个感应太神奇了 你在国外也有这事 有那么这个铜卵双胞胎 有一天晚上 这弟弟在家里 正睡觉突然肚疼 疼醒了 哎呀那个疼啊 疼的简直就是 咱们说没法用语言形容了 肚子疼得非常厉害 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按着肚子 蜷缩着躺在床上 动不了 送到医院检查 没有任何地方 就有病变 你内脏 外头 哪儿哪儿也没有伤 也没有什么病变 说这怎么回事呢 疼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这就是过程 结果第二天传来消息 他那个亲哥哥 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边 跟人打架斗 让人家一刀捅着腹部 送到医院 没多少时间 也就半个多小时 死了 当时 吵得非常厉害 天哪 我不知道当时 我的双胞胎哥哥 正在被毒打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 但现在知道了 时间什么都稳合 这边肚子疼就不行了 就真跟肚子疼 挨了一刀 你看看 对于李克描述中的 神奇感应 他的家人 对此深信不疑 我坚信 李克真的体验到了 罗恩被打死的 剧烈疼痛 针对李克的神奇体应 双胞胎世界杂志的编辑 雷蒙德·布兰特表示 这并不稀奇 我这么说 并不因为我是双胞胎之一 而是事实上 让人不得不信 因为在双胞胎圈子中 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然而要想说服所有人 相信这种非凡感应的真实存在 似乎并不容易 回顾过去一百年的研究历史 你会发现 并不存在证据证明 超感知现象的存在 这种观点一直存在 但无法用实验 来证明超感知现象 也有人将李克的故事 归于其他原因 而更多人认为 这只是一次巧合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李克身体剧烈疼痛 碰巧 同时他的哥哥被杀 然而李克认为 他和哥哥的死亡之间 有意义重大的某种关联 但是 不论这感应是否属实 都无疑让家人 对哥哥的思念愈发浓重 我说不论是否